有人洗澡冲凉去 落单少女 惨遭两渣男性侵 真的是两个垃圾渣男 近连手欺负性侵少女 新竹一名17岁少女 去年底跟郑姓及成性男子 一起到三人的共同好友 王姓男子家里聊天玩耍 期间王姓男子觉得热 跑去洗澡冲凉 郑姓及成性男子两人 近连手性侵少女得逞 由于少女不断尖叫 正在冲澡的王姓男子听到 洗好后走出浴室查看 但两男已经沉完受浴 少女受到惊吓 要她送她回家 少女回到家 跟朋友通诉两个渣男的恶劣行径 有人于事告知少女父亲 父亲气得带少女验伤并且报警 新竹解放调查 虽然少女身上无明显伤事 但当时王姓男子洗澡听到尖叫声 且事后少女有向友人通脸的记录 因此依强制性交对嫌 起诉正性及诚信男子 突发中心新竹报导 中文字字幕志愿者 权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权辞